一些人呢 治药的这个看病的时候会找中医 但是呢小心哦 这台中呢有一名高小姐 她为了治疗失眠到中医诊所去看诊 这位医师呢就开了一个五宝散的中药 让她来服用 但没想到说陆陆续续 怎么会出现了皮肤红疹 还有腹泻的症状 甚至呢严重到了 已经产生幻觉跟幻听了 经过化验才发现说 原来是中药里头的重金属拱 竟然是高达了2073ppm 那这个高小姐气得现在要到中医诊所 药伤还有替民众健康把关的卫生署 高小姐拿出一大碟的文件资料 打算要控诉卫生署 公然替中药诊所及药伤 气满大众 气的原因就是说 你卫生署应该替民众把关 那你没有 你还负责厂商还睁眼说瞎话 诛杀是禁令第一个 第一个是许可证过期 原来高小姐在94年2月间 到中医诊所看诊 医师开了一瓶药价 4000多块钱的无保散让高小姐服用 一吃就是两年 但期间却陆续出现腹泻皮肤红疹等症状 甚至产生幻觉和幻听等现象 最后才发现 竟然是自己吃的药有问题 是超出一般的很多了啦 然后她说这种拱中毒慢性中毒 不是一下子就能检测出来 因为它已经存积在你的每个组织里面 经过检验发现药里的成分 竟然含有重金属拱而且含量高达2073ppm 是标准值100ppm的20倍 我觉得说有没有中毒 这个是要经过检验什么的 我觉得说现在都已经上司法了 那是已经经过检验确定是否中毒 那是她说的 我觉得说有没有 我觉得说这个都带司法去厘清 来到开出有问题中药的中医诊所 业者说药是跟药商批的 一切交由司法处理 低调不愿多谈 有问题的中药已经下架没再卖 现在就等司法调查清楚 中天新闻黄旺震 叶教文台中采访报导 中天新闻黄旺震